今天期 大概基本上我們是拿那個 就是之前在 Excel的時候 我們是用那個住宅切到 這個範例把它改一下 改成就是用顧國試算表來做 其實發現 兩者之間其實有相同的部分 但是也有不同的部分 不過比起來的話 我是覺得 這個功能上面 兩者如果比較 Excel相對的好像還是比較好用一些 如果以功能上的完整性 還有那個畫圖的部分 圖的這個 漂亮程度來看 Excel好像似乎還是勝出 不過因為 Google試算表它是免費的 而且它放雲端上面相對的 你在存取的時候比較不會有那個 電腦上的限制 也就是如果那個電腦本身沒有裝Excel的話 至少很簡單 你就是至少你有Google帳號 那你登入Google帳號之後的話 其實基本上你就可以 使用那個Google上面提供的這個試算表 那上個禮拜的話 我們利用那個Google試算表裡面 就是它的一個 兩個主要功能 我覺得這個功能還蠻好用的 如果假設你手邊剛好沒有Excel的話 那其實你是可以利用那個Google試算表做 那個所謂的插入圖表的 這個功能應用 所以上個禮拜基本上我們就是把那個 之前做過的像那個什麼 歷年切到折線圖 跟各區的這個圓秉圖 之前我們是比例圖 不過它這邊叫圓秉圖換個名稱 那其實一樣的東西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各這個試算表的這個有關資料統計的部分 所以我們做三個這個作業的圖表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的作業部分 那今天的話呢 我想接下來我們一樣延伸那個之前做的列印 所以你們待會兒再幫我開啟就是 在我們的 GG.GG 一樣是那個我的雲端部分 名稱蠻好記的 Cloud to App 你Enter一下 那當然 我們在大一的時候有交那個VBA 可是呢 如果假設 因為 這個地方我們用Excel 我們用Google的試算表 可是Google試算表裡面呢 有沒有VBA 是沒有啦 可是問題呢 如果我今天呢 一樣要做出類似的 這個程式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 比如說我今天舉個例子 像我們之前也有做過的練習 那個所以待會請各位先幫我開啟那個 一樣 這一題應該大家不陌生 151的截取瓜乎中自串 然後你把它打開之後 其實前面我們有做過 一個錄製聚集的練習 這個錄製聚集的話 其實什麼事都不用做啦 其實主要就是利用擴充功能裡面的錄製聚集 然後產生 需要的功能 其實跟那個VBA裡面的錄製聚集 其實 基本上是相同的啦 只是說它的操作方式 當然也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其實我們之前練習是直接把它錄下來之後 然後再變成按鈕 按下它之後的話 它會自己把它執行 有沒有 然後有一個刮鬍自串 有一個清除 OK 不過這個地方的程式 是我們用錄製的 這怎麼有個bug 執行OK 清除 清除可能等一下再看一下 清除不OK 可能這個有個bug 可以修改 那這個地方的話主要是利用錄製聚集產生的 當然如果你程式有發生錯誤的話 那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透過那個叫Appscript 所以在那個 Google試算表裡面 它不叫VBA Essale裡面是VBA 沒錯啦 但是在 這個Google裡面的 它的名稱叫做Appscript 那一般 習慣上前面會加一個Google Google的Appscript 所以簡稱的話特別重要 Essale裡面叫VBA 然後Google裡面的試算表它叫什麼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它叫GAS OK GAS 所以以後的話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 假如說有個需求 我前面以前我VBA寫過的東西 那我可不可以 就是直接如果Google試算表上面 我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VBA直接轉換成GAS 那當然前面我們做過啦 其實 錄製聚集好像蠻類似的 但是問題 這個VBA有沒有辦法把程式 轉換成 GAS的程式 那當然基本上 程式之間 理論上 它的概念 邏輯上是差不多 可是語法其實差蠻多的 但是有沒有辦法 因為變成說如果你VBA學的就已經很辛苦了 那你要怎麼樣再把它轉成GAS 如果假設你之前寫過的程式 你希望轉換 那該怎麼轉換 首先第一個 你們可以看到 待會請各位開啟這個 Google試算表 那開那個151這個好了 151打開 然後裡面的話一樣 我們這Fscript 那點開來之後 當然我們寫的程式 之前寫的程式碼基本上在上面 那為什麼有 有這個 有bug 等一下再看好了 應該是向下填滿的地方 應該跑掉 那如果說假設 我今天 希望把之前 VBA的程式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GAS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如何做 那其實 本來其實是還蠻困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後來 我發現 有了AI之後 其實好像很多事情就變簡單了 為什麼 因為其實 各位應該知道那個CharGPT 那個CharGPT現在 當然除了說它可以幫忙的事情 蠻多的 除了說可以幫你寫報告 不過特別重要 你們那個其中報告不要用那個CharGPT產生 因為那其實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除了 其實它甚至可以寫那個 我還看一本書裡面 它其實真的 它可以寫詩 你可以問那CharGPT說 請問一下你會不會寫這個 唐詩 OK 然後它可能會回答你 我記得它是肯定可以的 請你幫我寫一首什麼什麼的詩 它真的是可以幫你寫出來 你們可以試試看 或甚至我不知道它能不能寫 宋詞或緣曲 如果會的話 那實在太強了 只是說因為CharGPT 它本身是一個 AI 它會給一些資料訓練 所以它如果給它的資料越多 比如它把全唐詩 餵給CharGPT 去做 一個 學習的話 或許它甚至可以 東評寫 但當然你要符合那個評測 它如果懂的話 甚至可以寫個詩 應該是沒問題的 可是呢 它有沒有辦法 可以把VBA的程式 幫我轉換 我想說因為之前我試過 把 有一些問題 或者是把一些可能寫過的公式 叫它轉換成另外一個語言 發現它可以 這一次的話 我就試了一下 我說 那我不如我把它 這個什麼VBA 直接就貼 把程式貼上去 然後讓它試試看 有沒有辦法轉換 後來我發現 這個答案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厲害 它真的寫出來了 而且沒什麼問題 我demo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清楚的話 不是錄製的 這個是自己寫的 然後 這個我們之前有寫過兩個按鈕 一個按鈕叫 刮乎自串底線公式 有沒有知情 那 跟底下這個刮乎自串有什麼差別呢 刮乎自串底線公式這個 是直接在這個回圈裡面 逐一逐一的 把那個公式 放到那個B欄的 第2列到第10列 所以我們前面有寫過 For I 等於第2到第10 然後分別把這個上面的公式 直接就丟到儲存格 儲存格就Sales ID的J 裡面的話就放上面這個公式 不過這個公式因為 A2的2 上面有4個 A2 2的部分全部都要改成I 然後跑完回圈之後呢 結果就OK的 有沒有 但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 這個是沒有公式的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不是公式 這個是輸出結果 那我本來想法是這樣 以前寫VBA OK 沒有問題 但是問題換個環境好了 換個Google的 這個GAS 有沒有辦法 轉換 那我當然只是一個想法 後來我試了一下 所以TrackGPT真的沒有讓我失望 我把那個 程式貼上去 我只是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把 這個VBA轉換成GAS 然後並且把以前寫過的 VBA程式 直接怎麼樣 直接貼上 然後按個送出 他真的幫我寫出來 然後我只是 我只是做了一件事情 我把他幫我寫出來的程式 直接就複製貼到哪裡 貼到那個AppScript裡面 其實就這一段 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 我貼的應該是在下面這裡 有沒有 這個Function 這個是他幫我轉的 瓜糊自串底線公式 就這個 然後還有清除2 清除2是 本來是清除 但是因為 為了要跟陸制的那個 方學名稱做區隔 所以我改了一下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瓜糊自串 這三個程式 基本上都是 TrackGPT幫我寫出來的 所以你們假設複習一下 還記得那個以前 我們大一那個 就是 上課的 連結吧 因為上下學期應該一整年 還記得吧 名稱叫Excel To VBA 這個是VBA的程式 所以我們在雲端白板裡面 一樣會有 第一個單元的 這個東西 就是叫 瓜糊 有沒有 151 擷取瓜糊中自串 那我有把那個 層次部分 把它放 一樣有貼到這裡 這個是聚集錄製 這個就不管了 VBA在這裡 所以VBA的程式在這一段 有沒有 在第幾頁呢 GG.GG 斜線 Excel to VBA 總共我有三段層次 那我其實只是想做一件事 因為如果假設 GAS對我們來說 其實還蠻遙遠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GAS 其實 程式 你光看就結構完全不同 可是跟各位講 這個程式 它的基本架構 就是JavaScript 所以如果假設 你對於 程式撰寫 不討厭的話 我建議 不妨你多學一個 至少以後人家問你說 你會不會寫 GAS 第一個當然會 第二個問你會不會 JavaScript 其實 等於你如果會GAS 其實就是會JavaScript 其實兩者是相通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前提是如果你都不會 沒關係 我這個程式怎麼產生的 第一個我先找到那個 之前我們寫過 VBA的程式 就這一段好了 第一段 第二個我要怎麼把這個VBA的程式 轉換成 GAS OK 其實後來我查了一下 除了Charge PD之外 好像Google也有一個轉換程式 只是那個程式我只是把它下載 但是我還沒真的實際上用 因為我覺得Charge PD已經很厲害了 第一段我先找這一段 第二個我怎麼把它轉換成 剛剛講的 這段程式 其實很簡單 第二個 請你在Google上面打那個GPT好了 其實就是到那個GPT 的那個官網 GPT這個關鍵字 OK Charge PD 然後呢把它進到這個Charge PD4 進來之後當然它會問你要Login 所以我的習慣是直接先登入Google帳號 直接用Google帳號登入就比較快 然後這邊的話我直接用Continue with Google 就因為我已經登入Google帳號了 然後我就把它登進來 裡面的話會找到Charge PD OK 然後呢 接下來 看它這邊有一些敘述啦 這個不管它 再來的話呢 它就會進到Charge PD裡面的那個對話模式 那如果我的需求是 我希望把那個 以前寫過的這一段程式嘛 就是一個Sub 有沒有 然後EnterSub在這裡 這一段程式把它Ctrl C 也就是說呢 跑個回圈 把公式丟到 這個範圍 這個儲存格裡面 然後我希望轉換成什麼 轉換成那個 就是把它貼上 希望 幫我把 阿達你上面我的習慣是 你這邊按Shift加Enter 或者你先打一個 請幫我 請幫我 將 VBA 轉換 為 Gas 其實你想說老師你寫的會不會太簡略了 他看得懂Gas嗎 我本來也在懷疑啦 不過後來我試了一下 我發現 好像沒問題 他真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聰明 甚至比我還聰明 OK 所以我覺得 有些東西呢 如果 假如 有些不會寫的 其實說真的 你可以不妨試試看 TRAGB 看他們幫忙 當然不是只有這邊 其他地方 其他的城市之間的轉換 其實也可以 利用TRAGB 試試看 那我們來試一下 有沒有 請幫我把VBA 就是這一段城市 轉換為Gas 大概是這樣子 我看看他會不會懂我的意思 那我就直接送出訊息 看一下 他就開始思考了 有沒有 然後呢 他這個時候因為 他是一個 深層是AI 而且他甚至蠻聰明的 他會說 你將什麼 這個 他甚至幫你把 什麼叫Gas 有沒有 幫你把它 解釋了一下 我知道你的意思 這個 不過他的敘述有一個地方 蠻奇怪的 叫什麼 VBA 紅 OK 那為什麼有個紅這個字 其實跟各位講 我們這邊要聚集 對岸叫做紅 所以其實我看 有一些城市 也有可能是從 對岸工程師的資料裡面取得的 不管 反正最後做出我們要的結果 然後他說 轉換為Gas OK 然後他說下面是轉換後的Gas代碼 其實我們不叫代碼 我們叫城市 不管 反正意思知道就好了 而且這邊幫你寫出來了 Function 刮鬍自串底線公司 名稱一樣 然後有哪些地方 看起來好像其實架構也差不多 哪些地方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暫時看不懂沒關係啦 不過你大概可以知道說 VAR是宣告的意思 宣告一個i的變數 它從2開始 一直到小於等於10 所以它其實這個回圈 基本上一樣 我們是寫for i等於 2到10 這邊只是改寫了一下 那VAR這個地方它又宣告了一個變數 叫Formula Formula就是公式 所以意思就是把這個公式 幫我串切完之後丟到哪裡 丟到這個敘述底下 那這個敘述的話 有一個叫 Shoot App 這指的就是什麼 這應該是Google市傳表的物件名稱 那裡面的話 Get Active Shoot 指的是目前 活動當中的工作表 幫我取得哪個呢 Range Range是指的是儲存格 或者範圍 但是如果瓜糊裡面有確定的座標 那表示應該是一個儲存格 哪個儲存格 第i列的第2欄 不過我們是用b欄 大家把它轉成2 然後呢 把公式放進去 就是set formula 看起來好像ok 那接下來 你可以試試看 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複製 或者是這邊有一個copy 把它貼到哪裡 直接就貼到你的 這邊記得 X script裡面 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直接貼到 這個你原來的formula的下方 所以我把它貼上好了 看一下 瓜糊字串底線 我這邊已經有一個 我再貼 貼到這個下面好了 比一下看看有沒有不一樣 不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Copy一下 然後我把它切過來 把它貼一下看看 一不一樣 看起來 上面的 跟下面的 好像只有差一個 差多一個 宣告一個變數 有沒有 這邊是沒有宣告 直接把這個字串放進來 這個是把它增加一個變數 再把這個變數 放到這裡面來 理論上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當然 如果你貼完之後 接下來你就可以 去把它試著 踹踹看 我試的結果是OK的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首先第一個先打開 之前你們上傳的 151的瓜糊中字串 畫面先換給各位 一下 也就是說 這個地方我希望 假設我希望 可以把以前寫過的 這個VBA程式 可以直接 就直接轉換成 GAS的話 後來發現 真的辦得到 所以也就是說以後 你只要學會 一種語言 第二種語言 或第三種 甚至是更多種 其實我發現 這個 TRAGBA 真的都可以代了 但前提是 你一定要學會 其中一種 你不能 連一種都不會 一種都不會的話 我看應該也是 蠻難的 那未來的時代 像你們的時代 真的 你如果不會 一種程式語言的話 真的很難去處理 資料了 因為 將來你們的資料 絕對都是 Big Data 那什麼叫 Big Data 一定 第一個 數量一定是絕對龐大的 第二個的話 絕對沒有辦法 用人工的方式處理 所以你必須要藉由 程式的方式來處理 他的程式目前 手邊唾手可得的 當然除了VBA之外 接下來我覺得 其實 GAS 也是蠻值得推薦的 為什麼 雲端目前的霸主 就是Google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絕對 到處應該 都可以使用 而且目前講到雲端的話 我想我自己使用的心得 Google應該還是使用經驗最好的 OK所以請各位試試看